搶救中文 舍我其誰 一大早站在學校門口前 大聲呼喊口號 他們是台北市新大學的學生 會這樣做是因為這件事 市新大學是以傳播科系聞名 但這一次是人文社會學院裡面的 中國文學系傳出 要在114學年度停招的消息 這段消息一出來也引發了討論 學生常用的Dcard 在市新大學版已經有不少文章 都在討論中文系停招 而對於中文系的學生來說 心裡頭更是百感焦急 其實也是蠻難過的 一所學系的存在 他不只是為了說你的招生率啊 就有網友在討論說 是因為中文系招生不佳 因此停招 以教育部111學年的資料來看 市新整體的註冊率 百分之八十一到八十二左右 熱門的科系廣電新聞 是九成左右甚至更高 中文系則是落在大約百分之五十四 不過校方則是回應了 未來會召開說明會 充分溝通 確保師生的工作跟受教權 停招申請如果獲得了教育部的核定 會等已經入學的學生都畢業了 才會正式走入歷史 一般大學部的中文系 可能這個相關的工作 就只有這種補教業工作 或者是出版社的一些 編輯的一個工作 其實求職的範圍是比較受限的 其實中文系在各校都是老牌科系 但是近年文組科系是為 專業工作不好找 導致學生數量下滑 這一回是新中文系 可能也要停招 在系友跟師生的心中 恐怕是滿滿不捨